AMG家族三辆compact高性能车型同时发布 有没有让你觉得热血沸腾呢 为什么选择站在这个位置呢 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35跟45两辆比起来 35就稍微来得逊色了一点 所以我可以挡住它没有关系 没错 今天Mercedes AMG正式发布的三款新车 就是A35 Edition 1 A45 S Edition 1 以及CLA 45 售价分别是380千 460千 以及449千 大家首先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都是45A Class要卖的比CLA贵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黄色那辆车牌上写的Edition 1 单单这个Edition 1 它表示的是什么 它包括了这个Edition 1的package 其中有看到前面的这个钱包杆 轮圈 后面的扰流尾翼 跟我旁边这辆 45是截然不同的 A45的这些套件呢 包括了Night Package Aero Package 还有Edition 1的车内配置 让它看起来更加豪华 空气力学的设计原理更强 开出去也更加的拉风 我们先说45的引擎配置好了 CLA 45跟A45的引擎配置 都是这颗Mercedes家族非常非常有名的M139 2公升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输出的马力421匹 扭力峰值高达500牛顿米 搭配的是这颗8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A45的0到100只要3.9秒就可以完成 CLA4秒可以完成 当然这颗2公升的引擎 依旧被誉为是地表上最强2公升 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他们家的 可以把2公升炸出这样的数据 嗯 刚炮战胜 真的不是叫假的 至于我右手边这辆A35 Edition 1 是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A35 Sedan 动力配置是完全相同的 搭载的就是这颗2公升的 温轮增压汽油引擎 但是输出马力就比45 少了很多 306匹400牛顿米的扭力峰值 呃 搭配的是这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0到100 4.7秒 急速每小时 250公里 真的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Sedan版 是完全相同 但是因为它是Edition 1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 空力套件 车子的扰流尾翼等等 都来得更加的 帅气 35跟45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首先非常明显的 35只有4MATIC 而45两款车型则有4MATIC PLUS 还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外形设计 可以看得出吗 针对45的系列 AMG都有试图把它打造成更高端的高性能AMG车型 所以它的水像护照 特别是水像护照 都做成了直列式的设计 那A-Class的外形我相信大家真的都不陌生了 不管是这个Sedan 还是现在的Hatchback版 都一个比较俐落的日行灯造型 而CLA呢 针对这个比较拉风 四门车跑的造型 除了有 无窗框的性感设计 当然日行灯的造型也更突出了 Mercedes家族的新的预言设计风格出来 那说到A45的Addition1配的好像有点厉害 我们就上车去看看这个Addition1到底厉害在哪里 Addition1的package呢 它其实包括东西不少 包括Aero Package 它就是一些空力套件的配置 然后Night Package把很多东西都弄成黑色的 以及Addition1本身它就有一些装饰的元素 所以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 前面钱包杆的这些空力套件 然后黑色的对比色车顶 车尾的扰流尾翼 以及车尾排气管那些 空力套件骑片等等 都是针对45所给的Addition1 Aero Package 这样子的一个元素 车内的部分呢其实也很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非常漂亮的贴纸烤漆 所以加强它这个里面的AMG元素 至于铜椅的部分呢就更不用说 它除了具备这种全赛车铜椅的元素之外呢 它的色系搭配啊以及这种皮革质感 都是非常扎实非常好看的 配合Addition1的Package呢 还加上了电动座椅的配置 以及这个 Addition1的驾驶盘啊 除了AMG以外 下面可以看到这个Addition的一个标志 更具运动化风格 更具战斗气息 哇这个皮革的质感 还有上面的这个水平标等等 都让这辆Addition1的A45 你不只是性能战斗化 你的视觉效果也非常的战斗化 那这次的发布我们时间也不多啊 详细的配置如果有机会借来4架 我们再来跟大家细细分享 有什么想要讨论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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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